快穿文是由穿越小说延伸出的新奇题材 主角由于某种原因从其原本生活的年代离开 穿越时空带着任务或系统到了另一个时代 比穿越文的内容更丰富 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十大公认好看的快穿小说 如炮灰攻略末日乐园黑莲花攻略手册 不要在垃圾桶里剪男朋友攻略不下来的男人 女主都和男二 黑每个世界苏一变等快来看看吧 快穿小说十大排行榜一炮灰攻略 炮灰攻略是最经典的快穿文之一 女主角意外死亡后百合得到了生存的机会 帮助各路不甘的炮灰女配完成心愿 开始各式各样的奇葩文中完成任务 她在每个世界中抓住一切机会强大自己 心智坚强是坚罕见而且不是强凌弱 在每个世界中的操作都是凭借自己的真实实力 男女主经历了很多很多感情才得到了升华 两个人惺惺相惜势均力敌之后才在一起 世界观红达主线支线逻辑都能自圆其说 啊 末日乐园 经典女评无限流小说末日乐园 也是不好看的快穿小说 这是一部设定新颖脑洞大开的作品 作者文笔优秀且充满镜头感 生动描绘出诡异阴暗的气氛 剧情惊悚莫测逻辑合理严谨 让人在站立的同时大少脑细胞却又欲罢不能 脑洞轻奇荣耿无数 而且文字画面感超强科幻逻辑也较合理 别具一格的世界观和天马行空 的技能设定让人眼前一亮 人物塑造得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血肉丰满 三 黑莲花攻略手册 经典快川文排名中必有 黑莲花攻略手册这部名作 本文男主是真反派黑心莲前期行径恶劣 缺乏同理心 而且暗恋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 爱上女主前对女主和其他路人一是同仁 都狠话同时女主穿书穿成暗恋男主的女三 本书主基调轻松温馨治愈甜 想看女主打脸配绝往死里面男主这本不合适 四 不要在垃圾桶里剪男朋友 不要在垃圾桶里剪男朋友 是尽将最受欢迎的快川小说之一 书中主角受池小池皮道不行且毒舌 一句话能把对方祈祷升天 然而在对待感情上意外的纯情和犹豫 主角功楼影温柔权能大哥哥 16岁时为救池小池坠楼死亡 从此成为主角收心里的白月光加朱砂志 书中的扎工回收系统以扎工的毁忆值为伎量单位 每积攒100毁忆值即可脱离当前世界 为了重新生活 池小池值得去攻略各种渣男 获取他们的毁忆值五 攻略不下来的男人 攻略不下来的男人是不好看刀报的快川文 作者是秀策 这本小说初看前两个世界 可能会觉得和普通快川文的套路没有太大区别 不过这是故事设定所在后期渐入佳境 每个世界的故事设定都引人入胜而且互相牵连 每个世界都会打开你新世界的大门 等回过头再去重温时会发现作者埋了许多包袱 早已将细节贯穿全文环环相扣 六女主都和男二黑 快川小说排行榜中的 女主都和男二黑是不好看的甜宠文 大部分的快川文都是一个男女主 但这本小说打破常规一个世界一对男女主 本文总共有八个故事也算是一个小故事合集 以男主为川连线索 男主角色在不同小世界周转 成为神的存在却无视气韵连接的女主 把女主利用得干净彻底 习惯了上帝视角玩弄世界的其他人 任意夺取别人性命 后来女主们觉醒将她打败 其每个世界素一变 经典快川小说每个世界素一变中女主叫文英 现实世界里刚刚从影院毕业 由于缺少人脉 Y大女神也只能做做群演 无幸在戏里还碰见前同学加千金大小姐 这位炮灰极度自己的男生为女主神魂颠倒 拍戏的同时用站位和身份打压她女主情绪一激动 就到了异度空间签了协议带着 任务开始快川打脸逆袭之路 顺带恋恋演技谈谈恋爱 买购小编最喜欢其中军阀小狼狗的故事 八这个电影我穿过快川小说推荐中的这部这个电影我穿过 准确来说是不为快川娱乐圈文 刚开场有些像生存游戏恐怖故事 到后来发现这部小说更像电影 蝴蝶效应大话西游人生戏楼一条时间长 和 手持戏票者只能向过去穿越回溯时空改变过去 通过人生戏楼可以穿越到过去的自己身上 也可以穿越到过去的别人身上操控别人的身体 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题材涉及犯罪骗局剧场等等 九女配不掺和 女配不掺和是部非常有名的快川文 主人公林旦绑定了一个辅助系统 每个小世界中女主都是作为 剧情中早早被炮灰的女配出现 但女主会用不同方式磨练自己 每一个世界都会把某一个技能点到最高 然后成为大魔王 每个世界中的职业都写得很细致 可以看出作者查过不少资料 以至于每个故事都是主角美到极致 职业技能高超做到行业顶峰苏的已经无法直视 整体文笔华丽剧情粗暴爽气 时每天都在上法制节目 如果对三观比较严苛的话买购王小编非常推荐 每天都在上法制节目这部快川文 可以说这是本弘扬三观的书 因为吐槽了一句是有最爱的扎剑文 女主愚境了被迫进入了各种扎剑还黑了的文里面 拯救那些被男女主的爱情连累了的炮灰们 她自身强大有正义感责任感同情心 还有道德底线尊重生命 不仅不恋爱 脑也没有为了虐渣而刻意虐渣 你尽基本上 还是 我尽快帖